接下来的天爱新主打呢 我们请到了这一位神秘嘉宾 他也很厉害 我跟你讲 我很难不对他脸红 不对他碰然行动 因为他长得太美了 他有很多的称号 他曾经是90年代的玉女掌门人 而且连续四年获得了台湾地区的军中情人 而且看起来和Lisa真的是同一个年纪的 对啊 对不对 方继伟 对 我相信方继伟呢 不管是从他的歌声来讲 还是从他的这个保养的秘诀来讲 都有很多歌迷朋友们想要知道的讯息 那你们跟他聊了什么 我跟你讲 我跟他们聊的太 我就专注在看他 在看小孩姐 你怎么那么漂亮 你怎么可以这么保养得好 Lisa你要学的一些 嗯 我很想学习一下 那我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欢迎回来继续是MTG天爱新 我是VGT郭汤 大家好 我是VGN家里的张雨昕 今天我们俩还是非常非常激动 很崇敬的心情请到这位嘉宾 你知道吗 真的 你应该很熟悉 因为他在台湾非常非常厉害 对非常厉害 他之前呢 是一个巨大的大红大智的明星演员 然后呢 现在呢 就其实应该更新 重点是 重点是 我想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依然停留在二十岁 你知道吗 对我好想当他的秘密哦 对就看起来比你还年轻 对是有一点点 我先出去了 我先出去了 那我提起了 那我们欢迎到的就是 方继伟小孩姐 大家好 这么多年 小孩姐依然保持着这样子 非常快乐的这种状态 对啊 多久没有在音乐上 跟大家有新的作品 差不多十多年了啦 十多年 对对对 就淡出了歌坛之后 就很少接触音乐 对对 大家都很想念 对当然很想念 怎么 就是这张专辑对你来说 就是带来什么灵感 重新付出的一张 对 其实是应该是 呃 一个元素啦 因为其实我在台湾嘛 那很多歌迷说 小孩你什么时候出唱 唱片啊 出专辑 我们等你 从小 等到大 对啊 对啊 那我就想说 出专辑是可以 但是要找一个元素 是我可以送给你们的 那我才会去做嘛 那刚好我就 带着母亲去练太极拳 哦 那发现就是 太极拳呢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那是老人家的动作啦 是老人的专利 不是是年轻人就应该要练的 它是很时尚的 而且非常文化内涵的 嗯 那我就想说 哎这个 太极的动作很特别 所以呢 我就想要把它推广出去 那我就找了我的那个 太极老师 他就攀镜 就是两届世界杯冠军的得主 然后他在教课当中 他说我们脚要踩地气 嗯 那个气呢 是跟我们 以前我们想象的口鼻呼吸不同 因为我们瑜伽都六口鼻 对对 五在一 对对 五在一呼吸 可是他是说 要轻轻地 自然地放松呼吸 到你的五脏六腑可以呼吸 你可以教我们就是 呼吸吗 呼吸 哦 因为他的呼吸好像不一样 你不要着急 一会儿我们跟你讲 潘老师 对啊 好好的 因为我们没有潘老师 五在四月 所以我在MV后面还放了 潘老师的九式养生功吧 以前可能唱的都是感情 对 有些哀怨 有些有些不愉快 对对 这次带来的叫做情势太极 一会儿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支MV 看一看 小孩姐会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 是 来诠释 到底感情和太极是什么样的感觉 介绍一下是MV好不好 好啊 这个MV是那个导演拍的 他说他要给我惊喜 以前我拍MV都要拍两天 那拍好久好久才去剪接嘛 那艺人都累坏了 对不对 可是导演呢 他说 我镜头放在那里 你玩你的 你不用理我 然后他镜头就开始拍拍拍拍拍 两小时后说 小孩你可以回去了 我说啊 这么快吗 两小时就拍好了 是所有我看过 我拍过的MV最好看的一个感觉 然后后来呢 我就想说 太极对元素 不是一般人可以去把拍的够的 够那个味道到位的 那我就还是再找回导演 那导演就说 那我再给你另外一个惊喜 我说好啊 然后一到现场去 他就说 插个隔离霜 哎就上去 我说 刀演我们还没化妆哎 几乎是死人了 割隔离霜而已啊 对 他说我不要你 因为你身边的厚度够了 你也拍过戏 你也是个歌手 你的历练够了 但是我不要你演 他说我不要你这些东西 我要你是极简风的 非常淡然的感觉 你除了妆容 小海姐非常简单之外 这个着妆更简单 是 没有华衣服 就是个被单 衣服给他 他说不行 我今天要给你一条干净的被单 什么都没 有什么感觉呢 他就说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 第一个 明星只要裸妆 一定不敢 不敢给人家看嘛 你会觉得害羞 有点不自在 好像没穿衣服 但是又是一条被单的时候 你会觉得 怎么办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穿过衣服 这么大展的露肩 他就说 其实你的心体 是很少女的 对 你要爱你自己 你过去你爱的是别人 你回来爱自己 你回来爱自己 好啦 刚刚的小海姐说了 这么唯美 拍的也可以说的 非常有画面感 你在没有 马上来看一看吧 来自我们的小海姐 带来的情世太极 到底要唱些什么 好大一个瓜 中间切两半 你一半来 我一半 那这样叫做干嘛 不知道 你在假装做太极 但是你做得太美的了 OK 你还要一个大师傅教你一下吧 刚刚看到的就是 来自小海姐 方济伟大来的情世太极 接下来要再次欢迎到的是 小海姐和我们的潘老师 欢迎二位 欢迎 欢迎 潘大师 潘静老师 先来介绍一下潘老师的title 潘老师的title是 两届城市世界杯太极比赛的 冠军 对 世界杯 是 其实要说到的是 这次我们小海姐 带着全新专辑 情世太极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他这一段时间的 音乐和生活上的心格 刚刚聊到了 这支MV可以说 拍得非常的简单 虽然说小海姐拍得很简单 但是我们的潘老师 其实还是很用功 在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段数在里面 对不对 拍这支MV的时候 是你第一支MV吧 对吧 对对对 当时小海姐说她不紧张 您拍的时候紧张吗 我还好 因为我就把我 这个平常的 自己动作呈现就好了 嗯哼 小海姐当时在现场拍的 是不是非常美 你看她在现场 她拍到所有的工作的人 都拿起手机来拍 真的 对那个美身人士 每到专业人士都主动 要来拍这个 留下这一颗美的画面 对 你那时候很害羞 你会不好意思 那个时候在那里面 会 因为没有化妆的感觉 对我们的孩子来讲 真的是 而且镜头就是 所有的缺点什么的都那个 我因为你 才能那么清楚看见自己 其实我就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我是想说小海姐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没有变化 是不是因为跟练太极 对 心情啊或者是内在调理的都有关系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因为跟潘景老师练太极的时候 他会慢慢的让你去了解自己 那刚开始应该是很多 就是面对自己的一些过程 对 会很恐怖 不会恐怖 是完全放松 我第一堂课的时候 突然间流好多汗 动作非常的轻 它把深层的东西再代谢出来 那你排毒就是你在流汗过程 然后你有哭吗 或者是有一些很大的 丰满的情绪 有时候会悲伤 突然间悲伤 那老师说 这就是潜移默化 用气来带动你气瘀的地方 因为他说 为什么是情 情是太极 只要是百病皆因情所生 人的身体疾病皆因情 情绪 情绪 情感 大悲大喜 喜怒忧时悲恐 其实每天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呼吸 那我们想问太阵 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在呼吸上 就让大家认识病人的方法 他的呼吸总模不是口鼻的呼吸 那是哪里啊 能够徐徐淹气一口 吸一口气如何纳入你的五张六幅 让他穿长人走 然后气禄淡天 这个怎么控制 这个怎么控制 所以要松啊 要放松 放开他控制 老师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教大家一下 怎么好好的呼吸 我倒有个动作 正面 轻轻的往前 然后关键是收下二 贴着你的喉咙 然后引顶上来 但是肩膀要放松 引顶上来 把这脖子 延伸上去 这是一个关键角 这样会看到双下巴 就在训练你双下巴不见 对 然后因为他往上拉的时候啊 你的气 气会延伸上去 再轻轻的往前 一个螺旋 用用脖子来往前吗 对 但是是用下二 贴着你的喉咙 再往上 因为我们现在人啊 他们打电脑都是往前去 所以这一块因为没有左右支撑 所以它容易被挤两张 那你把它拉回来 那这个颈椎往上拉 它得以放松 我因为你 才能那么清楚看见自己 其实我想这张专节呢 可以说呢是非常的棒 而且就像刚才我们的呃 潘亭老师说的一样 用这种音乐的方式来推广太极 如果各位在听音乐的时候也想 对自己的身体有些要求 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的话 不妨来听一听看一看 我们的小孩姐 在将近十八年之后 再次回归到大家耳朵 旁边的一种感觉 对 最后小孩姐再来推荐你三个女生好不好 这专辑的词是我跟老师写的 她一起写的 对 所以有很多的哲理性在里面 因为我在上课过程当中 听到她在讲一些中国文学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底蕴是很深层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特别 我就把它放上去 情侍还记 对 其实要说的这一首歌 可以说非常的棒 那如果各位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去多听一听来的小孩姐 好的声音 再次谢谢小孩姐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声音 谢谢我们的潘老师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养成方法 以后常来做客好不好 好啊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我们一下见咯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